香港落实国安法之后 一而再再而三对民主派人展开逮捕行动 招来国际社会炮轰营造寒蝉效应 香港警方今天再有动作 以做出具有煽动意图行为的罪名 逮捕网络电台主持人杰斯 不过却没有详细的谴明杰斯的违法行为 警方今天发文告 证实逮捕杰斯目前还没有起诉他 52岁的杰斯原名是引药生 去年2月在网上发起千个爸妈台湾注血计划 透过众筹集资的方式 资助参与示威后前往台湾的香港人 杰斯和妻子及助手去年11月也曾遭到警方逮捕 罪名是涉嫌洗黑钱和资助他人分裂国家 他随后获准保释